馬來西亞首相特使 來到了雲林科技大學 表情凝重 又性臭充 因為來台灣念書的馬來西亞僑生 劉威尚 失蹤9天 人間蒸發 鼓勵這位學生 如果面對有任何的事情的話 可以勇敢站出來 校園監視器畫面拍到 就在2月23號上午9點多 騎著機車離開校園 從此失去聯絡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 找到在2月25號中午 劉威尚急著機車經過張雲大橋 往彰化二水方向 而這也成了他最後身影 桌子都擺得乾乾淨淨的 他即便以往要出去的時候 也都會跟室友講 那麼因此他這一次也就是說的 就是發生這事情 大家也都滿訝異的 劉威尚已經35歲 在馬來西亞工作10多年 又來到台灣當學生 在班上已經是老大哥 但臉書上的po文 已流露異鄉有子的感傷 來台灣是為了生存 不是為了生活 堅持下來是未來 而不是現在 剛到台灣唸書 表現優異領獎學金 但最近卻成績下滑 經濟狀況似乎也不好 就在失蹤的前一晚 劉威尚接到一通電話後 匆匆出門 隔天凌晨3點多才回到宿舍 上午9點多再度離開 手機關機 從此音訊全無 校方調查 他領了3萬多元 是出門散經旅行 還是另有引擎 失蹤9天 讓師長同學都很擔心 最後一段影片 雨淋八道